老婆你在屋里盯着 刚刚盯着 刚刚你 你撑到什么呢 你不会自己看啊 你还 你还在干嘛呀 防谁呢 我不是保护咱俩隐私权吗 睡着这个房间 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每天早上醒来 很有可能有一个人 眼睁着看着你睡觉 你说你让妈看老妈不得生气呀 那怎么办呀 我都安上了 也不用把它拆了吧 这个就不老老婆你大驾了 我来 立伟大 我每天睡这个房间 都紧张兮兮的 特别咱俩做运动的时候 我老担心 咱妈一下冲进来 你知不知道这时间长了 我心里会有阴影的 都心里疾病的 我理解 老婆 我知道你说的都是对的 和你现在安这个门锁 它不合适 现在是非常实戏 昨天咱妈刚发现婆媳宝典 今天你就安把锁 这不是明摆着干嘛 这点你放心吧 婆媳宝典人说了 婆婆和媳妇之间 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交流沟通 我这是一种新的沟通方式 妈一定会懂的 老婆我也懂 可是 没有可是 那咱今天还按摩吗 按呢 等会儿啊 儿子 妈 我看今天就算了吧 那行吧 那今天提一回也行 嗯 嗯 吃了 干嘛呀 儿子 咱们今天还是坚持吧 妈 我们都睡了 我 你不是说不晚了吗 你不是说不晚了吗 完了 又生计了 睡觉吧 我们那屋交了把锁 你不高兴啊 儿子 妈是不是不应该借你那屋啊 没有 谁说您不应该借我们那屋呢 许没人说 那你们干嘛加那个东西啊 你们防谁呢 想多了 妈